你 你怎么还敢穿条纹衫啊 杂志上都说了 条纹是今年最土的元素 对啊 我也看到了 幸亏你头发少有点颜色 不然配黑色头发 那才像土肘之土呢 你要是再留两个黑色麻花辫 那就是土变亡 你们老婆说吧 真的 杨宇学长 你们啊 学长 你还请我们一顿饭呢 对啊 我要吃奶油 蘑菇 培根 意大利面 那我要吃螺丝粉 我又不是顾清大少爷 穷 穷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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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说吧 再说吧 学长 你要是能做到一件事呢 不请也行 不过我觉得你可能做不到 做事 什么事啊 可以吗 行啊 同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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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杨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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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心理系的 大三 你呢 你呢 要不这样吧 我 我加你的微信 我知道咱们学校哪个是他的大口好吃 我可以推荐给你 你呢 要不你呢 你 你洗我手了吗 我没太舒服 我没太舒服 阿宇 你们足球队的人喊你回去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好 谢谢 好 同学们 我们开始上课了啊 有几张面孔 很熟悉啊 来 重修的同学 请把手举一下 好 请放下 这几位老朋友啊 希望我们下个学期啊 不要再见面了 好吗 好 同学们 请把手打开 换到第二页 首先啊 我们要知道 学习心理学的定义 心理学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要学习心理学 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大部分同学 别讲我一下 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 ましょう 起来 好 同学们 今天课就到这里 下课了 好 队长 怎么又是你们呀 请你吃饭吧 哪也没办法啊这事 上次不是说了吗 没要到微信号 就要请客吃饭 我什么事出了这事呢 妈 快点